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斯卡特门前防守中不慎自败乌龙的1比0一边再占第67分钟 后来巴斯右路脚球传中卡斯卡特后点头球破门完成就输1比1第74分钟 沃特福德界外球致出 皮球连续在空中作业 随后克莱维利进区内凌空抽射破门1比2 最终 全场比赛战霸大黄蜂克场逆转战胜水晶宫伯恩利 2比1富勒姆富勒姆两送乌龙 徐尔勒破门招队友坑本场比赛在摩亚球场打响第二分钟奥度后场精准制导长传 徐尔勒插上进区右侧挑下皮球随后精彩抽射破门完成闪击0比1第20分钟 布莱恩门前自摆乌龙将对手进区右侧的抽船挡入自家大门1比1第23分钟 弗勒姆再造自家人枪害奥度小禁区内阻挡对手船中再次自摆乌龙皮球被撞进网窝 2比1第26分钟前博斯街左路船中投球攻门击中横梁一边再战两队军勃剑术 最终富勒姆全场进三球却仍然苦涩失利卡迪夫城0比0哈德斯菲尔德曝门罚术 两队互交白卷本场比赛在卡迪夫城主场打响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 一边再战第76分钟哈戴尔乔那一位哈镇伯德点球机会 但随后主裁判在和编裁交流后后认定 哈戴尔乔什那一对本内特犯规再先将点球取消 最终两队并无建树互交白卷编辑姆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